以色列如果沒有拿回 廢城走廊的控制權 加沙戰爭是沒有辦法結束的 可是埃及反對 而且我跟你講 更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以色列的極右派也來了 他說加沙 加沙最大的城市叫加沙市 Gaza City 這裡他們要建立 新的屯墾區 他要把它建設為 科技城 作為以色列人 屯墾的新樂土 可是他有一個條件 現在美國跟伊朗 都不希望戰爭擴大 可是又覺得 不來對幹一下還不行 對內部都難以交代 你知道吧 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麻煩的狀態 所以重點就在以色列 為什麼是以色列呢 以色列你這個時候如果停火 我們這個火花會減少很多啊 那很多什葉派的民兵 大家蠢蠢欲動要打仗 就是因為以色列還在開戰啊 美軍在打伊拉克在打敘利亞在打黎巴嫩 對這些什葉派民兵來講就是因為你在幫以色列打仗嘛 所以美國又回想到以色列了 我跟你講這也是很難的局面啊 拜登不想要掉票 所以呢堅持兩國方案 希望以色列能夠遵守 結果那坦尼亞胡啊 直接打臉拜登啊 說我們不接受 現在已經越來越有一種氛圍啊 大家都認為納坦尼亞胡就是要撐到11月 因為他認為拜登會輸 你看這個多奸詐 他認為拜登會輸啊 到時候我心愛的特朗普就回來了 到時候美國就更大規模出兵啊 因為共和黨更挺火以色列啊 所以就有人開始懷疑納坦尼亞胡內心的盤算 是拖到特朗普選贏啊 到時候整個局面會改變啊 因為最近有幾件事讓拜登非常火大 拜登親自打電話給納坦尼亞胡啊 說你要接受兩國方案 結果呢拜登事後就跟美國媒體吹牛啊 說納坦尼亞胡正在考慮兩國方案 結果納坦尼亞胡出來開記者會 說我反對兩國方案 對拜登爺爺這麼不給面子啊 直接打臉啊 拜登說他有信心 在納坦尼亞胡執政下來實現兩國方案 結果納坦尼亞胡辦公室立刻發新聞稿打臉 說沒這回事 怎麼會有這樣的 以色列真的是小祖宗啊 一點面子都不給民主黨 哈馬斯提出釋放人質的條件 哈馬斯說 我現在手上還有一百多個人質啊 我放了 那你以色列就撤軍 以色列立刻打臉 說這樣我不是就投降了 也就是說以色列立刻反對 以色列說啊 我可以停我兩個月 換取你釋放人質 這個哈馬斯怎麼可能同意呢 我把我手上的人質都放了 你只聽我兩個月 兩個月之後你還要再打 世界上哪有這種事啊 對不對 所以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談判 也破局 美國要以色列接受兩國方案也破局 所以真正的麻煩事實上是以色列啊 所以怎麼辦呢 以色列現在幹嘛 以色列現在就是希望 至少 把這個加沙跟埃及邊境的這條走廊啊 這條走廊叫做 廢城走廊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廢城啊 反正 美國人就是把它叫做廢城走廊啊 這條廢城走廊在 這個 以埃戰爭那個時候是以色列控制的 可是後來因為國際輿論啊 所以以色列把它還給埃及啊 可是埃及對這條走廊的進出的 人流跟物流呢 管控 非常不好 所以導致哈馬斯拿到了非常多的走私的武器跟貨品啊 所以呢以色列 現在正在想一個最後的目標 他如果達成這個目標他可能就戰爭會到達一個段落 他要求廢城走廊要重新 歸以色列軍方控制 可是埃及拒絕啊 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拒絕 以色列說 一定要我重新回來掌握廢城走廊 否則加沙是沒有辦法穩定的 因為各種走私的軍火都會進來啊 埃及表示 我反對 目前的狀況是廢城走廊由埃及 750名的士兵 跟重型的武器在做巡邏 可是以色列認為埃及管得一塌糊塗啊 而且甚至跟哈馬斯做勾結都有 所以以色列要求 他要收回廢城走廊 我跟各位講在這裡打住 以色列如果沒有拿回 廢城走廊的控制權 加沙戰爭是沒有辦法結束的 可是埃及反對 所以我認為啊 美國派中情局局長 去跟埃及的情報局長還有以色列做談判 可能就要談這件事 不然在這裡沒有辦法停止啊 而且我跟你講啊 還有更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這是我們最後一頁 以色列的極右派也來了 他說加沙啊 加沙最大的城市叫加沙市啊 Gaza City 這裡他們要建立新的屯肯區 他要把它建設為 科技城 做為以色列人屯肯的新樂土啊 可是他有一個條件 前幾天啊 他們 做了在約旦河那邊做了一個大型的聚會 他們說 Gaza City Without Palestinian 就說我們以色列人要進來加沙市 建立新的屯肯區 這個屯肯區我們要把它建成新的科技城 可是前提是 巴勒斯坦人不能進來 這個是以色列的右派 極右翼 他們背後也有政黨支持 你該是不是越來越亂 這個明顯違反國際法 所有阿拉伯人都反對 他竟然赤裸裸 提出這種主張 他說加沙未來 我們可以來重建啊 我們把它蓋成科技城啊 以色列人會搬進來住啊 前提是 巴勒斯坦人你都給我出去 現在大家看到以色列真正的意圖了吧 他就是要在加沙地區 建立新的 以色列的屯肯區 然後要佔領 以色列跟埃及的邊境 那條廢城走廊 這樣子整個戰爭才能夠 停火 那這兩個目標剛好就是 全世界 不能支持的兩個目標 所以我們說中東戰火 我看來啊 這個在今年要結束真的非常的困難 那個人家